好 今天的谈国际聊国际呢 我们要带您来谈的就是波兰的大选了 波兰的国会大选现在是正式的结束 而且呢现在他们最大党 法律正义党得票率是最多的 来到了35% 但是没有过半 所以没有办法主导政府 反而是他的其他政党加一加 反而是有53.7% 所以说其他的亲欧派的政党呢 就有机会阻割 而且党下现在大家认为说 波兰有没有可能往这个 过去认为说有可能往极权的政府走 但现在似乎有机会更加开放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波兰 他的政治氛围跟他的版图 其实在这一次的波兰大选当中 亲欧派的在野党公民纲领呢 是已经就是在过去结合其他的一些政党 是有机会过半 而且现在已经是确定过半了 而且也拉下了目前的执政党 也是保守的民族主义法律正义党 其实过去大家会认为说 在法律正义党 这是领导国家的这几年 似乎其实表现并没有太好 所以说在这一次的选举 也被认为是柏林围墙倒塌之后的 最重要选举 法律正义党在过去做什么呢 他们被指控说干预媒体 干预司法 甚至离欧盟越来越远 这是他们令人诟病的一些地方 像是他们有些专质的委员会调查 政治人物是不是有轻恶倾向 如果你确定轻恶的话 就会出于10年以内禁止从事公职的 这样子的处罚 还有他们距离欧盟的这个关系 似乎也越来越远 冻起了数十亿的这个意后的重建基金 他种种的迹象都让所有人很担心说 在波兰这些集权而且民族主义的倾向 是不是有机会是再度的崛起 而且在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当中 其实大家也非常难听说 我们刚刚说他们距离欧盟的关系 越来越远 还实施了这个谷物线令 跟乌克兰的关系也比较恶化 为什么呢 这个AP就说了 他们是法律政领党主要支持者 是波兰农民 他们抱怨说 他们如果从这个乌克兰进口谷物 或是光是让这个乌扣兰的谷物 经过他们的国境之内的话 就有可能压低市场行情 对他们的农民也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 而现在这个公民党 公民领袖的最重要的领袖是谁呢 就是图斯克 他过去也是波兰的前总理 现在如果这些联合政府可以组起来的话 他是很有机会是再度回国的 但是呢其实他的过去一些政界 主要还是比较对同志 或是对这个妇女团体是友善 所以在这一次他的政界端出来 也引发了这个波兰 所有人在投票上面的选择 而这一次的波兰大选的变天关系是什么 就是年轻世代 还有女性这两个族群 这一次的投票率呢 是刷新了波兰的政治史记录 来到了74% 甚至有人说他排了6个小时 才有办法进到票轨投下他的神圣一票 投票是非常的踊跃 而且很多的开票所可以说是大排长龙 最后跟我们台湾的某一次选举一样 还延长了投票时间 大家才可以成功的完成投票 尤其在这一次 所谓的年轻世代 还有女性选民就变成了驱动力 尤其是29岁以下的这个选民的投票率 在2019年的时候来到了46.4% 而在这一次的大选来到了68.8%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其实这个落差非常大 激出了非常多的手投足 而这一次他们主要赢的关键是什么 第一个他们很担心会离开欧盟 还有呢 这次他们主打捍卫民主 甚至呢也全面的反对禁止堕胎 所以让这一次女性的力量是再度抬头 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们再来看到说到女性角色 其实在中国大陆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出生人口是再创新低 在2022年的出生人口是956万 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新低点 不过相对来说可能是生的比较少 大家也比较敢花钱 在母婴用品上 他们消费额反而是创上了新高点 护理师一步步教导新手妈妈 产后住在如同饭店里的大房间里 好好休养 明年又要迎接生肖龙年 在北京的月子中心 迎来一波下定潮 新手妈妈点经验都没有 然后传统的让父母去带的话 其实也会怕家人之间会有冲突 科学的一个育额的机构来指导我们会比较好 我怀的是双胞胎 我预产期是3月28号 一条龙的服务 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省心一点 根据美团数据 近一个月保姆月扫相关搜索量 同比增长超过一倍 其中上海 北京 成都 苏州和杭州 搜索热度最高 业务的增长的话 比去年多了一半 现在月扫单的话都排到了明年6月份了 虽然大陆的生育率不断下降 但就因为生的少 在母婴这类消费更舍得花 像是大陆的月子中心市场规模逐年成长 今年预计将达人民币243.3亿元 请回家帮忙照顾妈妈孩子的月扫也很夯 下面的又是一个高张 客户的工资8000到云万里 在深圳的浙家家政培训机构 每个月像这样提供订单 每合月扫的双选会固定会有两场 过去会从事月扫工作的多半是年纪四五十岁的妇女 但看准行业需求大 薪资不差 不少大陆年轻人选择投入 90后 95后月扫受市场信赖 我想找一位年轻的 因为我今年也刚30岁 同龄了 带娃里念一样 年轻的月扫越来越受宝妈的喜欢 干了五年的年轻的月扫 和干了十年的年长的月扫 然后我感觉就是妈妈们更喜欢 这种五年的年轻的月扫 因为他们学到也很快 凭着好沟通 育儿方式相近 年轻月扫窜起 杭州就有一名二十八岁月扫 从事月扫工作两年多 已经带过二十多个宝宝 受持母婴催辱月子餐三个岗位证书的她 因为与雇主年龄相仿 年轻体力好 月子餐做得精致 因此颇受雇主的青睐 入职才两年 薪资已经从开始的七八千元 涨到了一万多元 在大陆母婴消费白皮书中 以三十六个重点城市统计 月扫平均薪资超过人民币一万三千元 上海月扫平均薪资最高 达到人民币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元 一年的话我可以工作十个月 我修两个月 十几万个是青睐之中就能拿得到的 月扫年轻化不只是服务客户 对自己的生涯规划更长远 今年二十九岁本科学历 我是现在是想着 就是把所有的都学完 然后自己去上户学更多的经验 等过个几年 各方面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 我希望就是在自己喜欢的城市 也能把月扫这块发展起来 还有一个培训机构 学员越来越年轻化 而且占三分之一 本科的大专业比较多 大陆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统计公报 2022年大陆出生人口为956万人 其中家中拥有两个孩子的占比为38.9% 三孩以上占比则为15% 七年前开放二孩的广东 如今迎来第一批二孩入学高峰 非常好 可以交到更多的新伙伴 广东今年小姨新生比去年多约4.5万人 在佛山则有34间改建或新建学校启用 上尾则是申聘1000多名教师 在广州也是有多间新学校启用 在低生育率下 大陆鼓励生育 从母婴再到教育学习 都得跟着市场做调整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说到教育说到学期 现在在英国的私立学校出现了AI校长 而且他是协助人类校长支援教职员 希望可以帮助过冬正的学生 来编写学校政策 其实他就很像CHET-GPT一样 透过演算法来回答问题 不过校长也说了 他还是会征求其他人的意见 还有其他专业职员的帮忙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